凌晨2点多立体停车场 一台乡行车行驶出来 他就是犯下四轮窃盗案的窃贼 而且一连偷了两次 白色轿车用废胎顶起来 四颗轮胎连带旅圈统统不见 爱车停在后龙 一家立体停车场 隔天牵车半颗轮子都没剩 让车主超傻眼 而且就连通宵也有人惨遭他的毒手 很生气 然后又很傻眼 走轮胎被偷了 你那个很特别吗 也还好 为什么他偷我的呢 也是同款白色轿车 受害的李小姐更倒霉 回老家睡了一觉 醒来四轮不翼而飞 而且他的爱车才刚买一年 四颗轮胎就全没了 错过损失至少两万八 警方私下透露 嫌犯专挑这款日系车下手 可能是因为属于畅销车款 市场大零件脱手相对容易 比对这个行车轨迹 还有这个泛滥的时间是 我们这边偷完再下去通宵偷的 手法都差不多 那个窃钱应该也都是同一组的 窃贼行窃 不偷车不偷钱 只偷四颗轮胎 车主傻眼又困扰 只希望警方快点抓到人 别再让他们有车没轮 想出门都没辙 解鹏志明 苗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